ok 好 第一个要求啊 就是为了方便呢 我们呢 方便我讲课呢 所以呢 请大家把你的那个麦呢 关掉 等一下呢 我们会有一点时间呢 来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交流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有时间的啊 所以不要担心 ok 那 这样啊 各位弟兄姐妹啊 我 分享的内容呢 大概呢 就是分为这几点 这个大纲啊 分成这个 第一个呢 就是呢 耶稣呢 是道成肉身 道就是神 一章 一到十八节 基本上就是第一章 十八节 那么 第二个部分呢 我就把它分成是 耶稣在地上 做的工作跟神迹 这个呢 就从 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 五十节 就是说 第二部分呢 就是 耶稣在地上工作的神 跟祂说的一些神迹呢 基本上呢 就有在这十二章里面 那么 第三部分呢 是 耶稣呢 为 门徒提供的 训练的一些课程 基本上就是从十三章到十七节 另外一个呢 就是耶稣的死 和耶稣的复活的启示 所以呢 所以 这个 大纲事 我会以 这样的一种大纲事的 方式啊 就是很 简单的来 说明 在还没有分享之前呢 我 想跟大家呢 讲一讲这些东西 所以第一个呢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个分享啊 不是讲道 所以呢 分享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把我 读到的一些东西 看到的 我 跟大家分享 我这个目的 就是说呢 我要 抛桩 影域 我把我一些呢 我把桩头呢 丢 出去 希望呢 大家呢 把 大家的 玉 宝贵的东西呢 也让 得到 让我得着 所以呢 所以目的呢 是希望呢 大家能够 爱上神的话语 还有第二点 很重要 就是 我们呢 这个约翰福音呢 一共有20 21章 啊 我们不可能 讲道完 就是很详细的 进读他 所以我只能 把一些重点 跟大家分享 所以 如果大家听的时候呢 有一部分我听了 我觉得还有这部分 好像 在地上没有提到的 原因是因为呢 六小时 不可能 全部讲到完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 最后一点的就是呢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分享之后呢 大家就不要停止 说我 我对这个约翰福音呢 已经有一个了解的 好了 可以了 希望大家呢 把它当作是一个 开始 你以前有一个好的开始 很好 继续 好吗 继续下去 所以这个呢 是我 我 分享的 这些 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个约翰福音的 作者 那一般上呢 我们就相信呢 约翰福音呢 就是主耶稣的 使徒约翰 他的门徒约翰写成的 当然 有些资料 却说 他可能 是 不同的人 但是呢 基本上呢 我们呢 就可以把它当作就是 主耶稣的使徒 约翰 他的门徒写成的 大概是在公元 九十 到一百年前呢 他这本书 完成 就写成的 圣经 的学者呢 认为说 他的写作祭典很可能是 这个以佛所书的 这个 以佛所书 以佛所 这个 教会的这个地方 不尽的 我把这个呢 参考的资料放这边呢 大家呢有兴趣呢 可以呢去 看一看 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呢 凡是我 我今天分享的 所有的这个 这个PowerPoint呢 我都会呢 交给呢 教会 因为呢 以后呢 如果你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跟教会拿 或者你要的话呢 我可以呢 WhatsApp给你 都没问题的 OK 这本书呢 他写书呢 这个约翰福音的写书的目的呢 是很明确的 他就一个目的 就是要叫你信 耶稣是 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 信了他 就可以 因他的 名 的 生命 这个是记载在约翰 20章31节 最后一段啊 全书20章呢 最后一节呢 他就记载了 这个就是这本书写 这本书的目的 所以我们 我们 既然明白了 这个作者 写这本 约翰福音 他的目的 是这样 我们呢 就要 读他 读了他 我们就要相信 耶稣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基督 而且我们要相信 我们 信了他 我们可以因 耶稣的名 而得生命 所以这个是 一些简单 一些 我简单把他的目的 写成这样 这个呢 刚才有提到 今天呢 我会 想办法 把第一点呢 就是 耶稣是 道成肉身 道就是神 还有 第二点 耶稣在地上 做的工作和神迹 从第一章 一直到 第十二章 今天我们要 一口气都十二章 所以呢 大家呢 要跟我呢 做好 我们现在呢 不是坐飞机 我们是要坐呢 世界上最快的子弹火车 棒极了 我们要开始了 按钮 开始 第一个 在 耶稣呢 是道成肉身 道就是神 我们读遗憾 福音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第一句话就读到说呢 耶稣呢 道成肉身 我们读的时候呢 开始说我们觉得说 非常了不起 道成肉身 然后呢 我的感受是 我的感受是 我读的时候呢 我觉得 这个 一到十八节呢 真的是把 耶稣 的这个 工作 很明显的 告诉我们 他 就是 神 是神 来到 变成了人 来到我们 人世间 和我们一样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一种 工作 因为呢 在 说 在多数的宗教呢 中呢 我们呢 都是看到呢 这些 神明呢 他们都是呢 高高在上的 跟我们距离很远的 但是呢 这个 耶稣呢 他却很特别 他是 在 至高无上的宝座上 他却变成了人 和我们在一起 那么呢 我们呢 就通过他 我们就明白了 道就是神 他是圣父 圣子 圣灵 是三位一体的神 这个跟这个 创世纪的第一章呢 有一个非常 巧妙的一个 关联就是呢 他说 太初 上帝 创造天地 如果我们通 仔细去读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上帝 他在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他说呢 是神说 神说 神说 是通过神的话语 到了 约翰福音呢 他就变成了 太初有道 道就是神 这个道呢 我们如果以 一般的 这个 我们的这个 思想来看 我们呢 华人会认为 这个道呢 就是天 就是天 天呢 代表什么呢 在古代的中国人 天呢 就代表了 至高无上的 上帝 是一个呢 天道无常 我们常常说 那么呢 天道指的就是 神 那么这个神呢 他 在英文里面呢 在希腊话呢 他们叫Logos 那他就变成了 以耶稣呢 以这个 道的身份 从神 变成了人 他来到这边呢 使到呢 我们呢 有了生命 使到我们 有光明 他不但带给我们 生命 他也带给我们 光明 所以这是呢 约翰福音 第一章 一到十八节 他要告诉我们的 一些很重要的 一点 OK 好 大家没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大家说OK OK 好 开始第二章 第二章呢 是今天呢 我 我准备了一 一大杯水啊 我不敢喝完它 不能今天晚上起来 如果呢 我还不容易 要小便几次啊 所以呢 我就是呢 只是喝一小口就好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把它分成呢 在这边呢 还有啊 下一章 还有一共呢 分成呢 十四点 这十四点呢 就是大家可以呢 稍微看一下 也不用记得太 相信 不过呢 就是说 下一次 等到下次 大家呢 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根据 我这一个分点呢 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的分法呢 它分得相当的不错 这样我们可以根据 这个七个点呢 来阅读 我们的主耶稣 在地上呢 所做的一些工作 跟一些神迹 这是另外的十四点 OK 我们直接进入 第一点 那第一点呢 在这个施洗约翰呢 我们 就知道说呢 这个施洗约翰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是在旷野中的 有人声说呢 为主修植道路的 这个人 圣经上呢 有预言说 将来有在救世主 还没有来之前的话呢 有一个人在旷野呢 他会大声的喊说呢 修植主的道路 圣经说 当这个人来的时候 弥赛亚 就是救世主 就要来了 那么当 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 他就真的是 这样做了 在耶稣还没有洗礼之前 还没有出现之前呢 犹太人也是很怀疑 他就是那个基督 他们去问他 他说他不是 结果呢 他就说 将来有一个 比我更大的 我就是解决带 替他解决带 我也是不配 那么这个 他就是在见证说呢 耶稣的到来 当耶稣 真的在他面前 出现的时候 他就知道 因为呢 上帝呢 有给他指示说 只要你看到 有一个人 他来你的面前 洗礼 他有圣灵 降在他的身上 那个人 就是 神的儿子 所以呢 他呢 就 当耶稣来到了 施洗约翰的面前的时候呢 施洗约翰呢 就说呢 你 应该替我洗礼 还对 因为你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你要替我 要我这个人 施洗约翰 为你神的儿子 耶稣 而洗礼呢 耶稣当时呢 就 在约翰福音里面 没有提到说 为什么 他要这样做 耶稣要这样做 但是呢 在马太福音 第三章十五节 耶稣 却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 礼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获作礼 于是约翰 许了他 所以 弟兄姐妹 我想鼓励大家的 就是呢 我们 如果要真的认识 耶稣的话呢 我们不要 单单读一本 两本 三本 我们要读四本福音书 因为读了四本福音书 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 有些东西 你在这本书 你读了 你不知道它的原因 在另外一本书 它却有告诉你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的 耶稣的 在地上的工作 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 好吗 所以大家 我鼓励大家 多读 这个 读 把福音书 四本福音书 要好好的读 而且读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要互相的对照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大家不懂 没有想过 为什么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要洗礼呢 因为洗礼是代表呢 把我们的罪 全部呢 用通过 水呢 来把他洁净的 但是 如果耶稣 真的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他要洗礼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啦 我觉得 我读的时候呢 我觉得 我的感受是 凡是人 都要遵守 神的一切法则 耶稣 他是神 也是人 所以他来到了 世上 他以人的身份 遵守了一切的法则 所以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板牙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也这样做 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 耶稣都这样做 我们要不要这样做 要 凡是他做的 我们都要做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板样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他告诉我们 他做了 我们呢 就学习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通过了这个 赐洗约翰的这个行李 神呢将他的爱子显明给以色列人知道 好让呢 我们呢 明明白白的 知道说呢 好让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说呢 这个呢 就是 对不起啊 太快了 我们呢 这些人 我们知道说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我思考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些小知识 这呢 就说让大家大概知道说呢 当时呢 洗礼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这边做一些广告 关于耶稣为什么要洗礼 为什么要在40天呢 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呢 这个呢 我呢 在youtube里面呢 我自己做了一个叫海破天空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这边有个barcode 跟那个地址呢 一个网址 大家可以呢 进去那边看一下呢 大家多多捧场啊 多多支持啊 OK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在约翰福音 35到51节的时候呢 耶稣呢 呼召门徒 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 耶稣呢 呼召门徒的方式呢 是这样的 他是通过人 他没有通过天使啊 他通过人 他通过人呢 他找 好呢 这个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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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门徒的时候呢 他 先通过门徒 有些呢 就是他自己去呼召的 好像他看到 哦哦哦哦呢 呃呃 斐力呢 他就自己呼召 叫他来说 你来跟从我 马太 你来跟从我 好吗 所以呢 耶稣呢 给我们 一个学习的功课 就是我们如果要人家信 要人家做 神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我们也是要通过 我们的努力 来 呼召的 那么一个人 如果他真的是 很想认识神的时候呢 神是会来 找他的 我们 认识了主耶稣之后呢 我们也应该 再 来告诉别人 关于有关主耶稣的 这个好消息 好吗 这个是呢 这一章呢 他要 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 那 呃 在耶稣里面呢 很多 神迹 一共应该是有 七个 如果包括耶稣 复活的话 是八个神迹 那第一个神迹呢 就是呢 迦拿 婚宴 耶稣把水变成酒 他是在 约翰福音第二章 一到十二节 这是耶稣行的 头一件 神迹 他行神迹的目的呢 是要彰显出 他的荣耀来 而 看到 他的这个神迹 他的荣耀的人 他们就 相信他 而跟随他了 所以这个神迹呢 也许你会 有些人会觉得 为什么要把水变成酒 这样的一个神迹 就很奇怪 这是婚宴 这是要他显出 他的荣耀 关于这个呢 我就播 多讲了 田牧师有一个 很好的 就是从失望到希望 他呢 他有个讲道呢 他在这边呢 有讲得很清楚的 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上网 去看一看 这个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当 神的儿子呢 洗礼的时候呢 他开始 他的工作的时候呢 约翰福音记载的是 他第一个工作呢 就是去 洁净圣殿 这个洁净圣殿呢 我们都懂 耶稣当时呢 去到圣殿的话呢 就很就告诉别人说 不要把我付呢 当做买卖的店 然后呢 你们呢 要到呢 这是一个祷告的店 他就把里面呢 卖东西的 换 兑换赢钱的 全部 赶出去 这是 洁净圣殿 记载在 约翰福音第二章 13到17节 在我看来啦 洁净圣殿呢 有两个意义 既然 教会 是神的 圣殿 叫我们呢 就要记得 我们来到的 神的 圣殿 最主要是什么 我们是要敬拜神 我们不是为了朋友 不是为了谁 不是为了牧师 不是为了这个谁 也不是为了人而来 我们是为了神而来 我们 要明白 如果 不然的话 我们呢 就变成了 这些买卖的人 他去到圣殿 他在神的圣殿里面呢 他却看不到神 他们在那边呢 进行买卖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要 注意的问题 或者我说 这是我呢 会常常要注意 自己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呢 我觉得 我们的身体 也是圣灵的圣殿 那么这个圣灵 是很圣洁的 圣洁的圣灵 住在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保持圣洁 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 这是神的圣殿呢 不要误会了 自己的身体 不要得罪神 如果我们做错了 我们就 悔改 反省 悔改 求神呢 原谅我们 求神的 话呢 雨呢 再洁净我们 我们的生活 真的是要活出 这个圣殿 这种 圣洁的 这种生活 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身体呢 是神的 圣殿来的 所以呢 洁净圣殿 在我看来 除了告诉我们 耶稣是为了 天父的事情 而心椎如焚 很焦急 要洁净圣殿呢 他也提醒了我们 我们 今天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教会 都是圣洁的 都是不宜 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些 哎呀 随便啊 不要紧啦 我可以啦 我这样也可以啊 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如果以后我有的话 那请大家提醒我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在约翰福音呢 这个第二章13节到 第三章21节的时候呢 在这边呢 耶稣呢 就预言他的死 和复活 这个我们呢 就很 我们呢 就非常的清楚了 就是在接近了圣殿之后呢 耶稣呢 犹太人呢 就 就对他们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呢 就质问耶稣 那么耶稣呢 就说呢 就告诉他们 你拆毁这个殿 三日之内 我要建立起来 那犹太人呢 就说 那可能这个圣殿是 我们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才来建起来的 你三天 你拆毁他 三天你就要建起来 那么这个呢 那其实是耶稣 他在预言 他死的三之后 他要复活 他以身体的 为这个圣殿 所以你看 耶稣呢 在这边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他是以他的身体 作为神的圣殿的 所以 刚才我说过 耶稣呢 给我们一个例子 做了很好的版样 我们呢 就要 学习 既然耶稣 以自己 为神的圣殿 我们也要 这样 另外一点呢 就是呢 在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在这里 耶稣呢 是很 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耶稣呢 常常 发出预言 预言 他会死 预言 他会复活 所以 很少 或者是说 没有一个 一个 信仰 是有这样的 预言 他会死 然后预言 他会复活的 除非 他是神 他是真正的神 他才有这样的能力 OK 另外一点呢 这是一个小点 好吗 就是说有些人呢 他们就在这边 他们就说 他们是跟随耶稣的 但是 在这里呢 我们呢 就 发现到呢 有些人呢 就是 他真的就是 他只是 口头上 接受耶稣 但是他没有 实质上的 接受耶稣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有些人 他很可能 在外表 他看起来 是很 他是基督徒 他也承认 他是基督徒 但是 他没有跟神 有很好的 一种经历 可能他对神的认识 不是很清楚 也可能他 有知识 但是他没有经过 神的 在心里面呢 没有真的是 相信神 其实 我们都知道呢 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他讲得很清楚一点的 就是呢 好像这个 罗马书呢 罗马书第十章呢 第九到十一节呢 他就是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你要信主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他说非常简单 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成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所以 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呢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 不应该只是 讲讲而已 我们口里承认 我们心里要 相信 这个信心 是非常 重要的 心里要相信 只有 像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你就相信 你是 神的儿子 耶稣 为你 在神的面前 天天替你做 中宝就是呢 好像一个 一个 宝 一个律师一样 一直告诉你 你是得救的 你是得救的 所以 这边呢 有个关键 我们真的要相信 真的是要相信 OK 我讲了 半个钟头 想问大家 到目前为止 我讲的 会不会太快 还是太简单 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 请大家 说 让我看到 这样都可以 我就可以继续了 OK 很好 这样我就继续了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呢 就可以看到 这个呢 一个 我们都懂的 就是呢 耶稣和 尼克迪姆 谈重生的问题 就在呢 这个耶稣 在他开始 在做工的时候呢 他就呢 在 遇到了这个人 这个尼克迪姆 我们知道尼克迪姆呢 是这个法利赛人 一个 一个 可以说 是一个呢 法利赛人的 一个领袖 对不对 他是 跟其他的法利赛人 不大一样的 这个法利赛人 是属于一个很 就是说 他比较 信靠神的 也比较正直的一个人 这个是在 约翰第二章13到 13节 一直到 第三章21节 我们 从 耶稣跟 谈到重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到一个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 重要的一个 真理 就是 耶稣说 人一定要重生 才能够见到神的国 而且耶稣也说 重生呢 一定要从 水里 然后呢 通过洗礼 然后呢 经历 圣灵 我们才能够重生 所以耶稣说 你要重生 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要怎么重生呢 他说你要通过 水 洗礼 为什么是洗礼呢 洗礼是一种 具体认罪的 悔改的 一个 具体行动 例如说 有些人 常常误我说呢 我 投你神的 心里相信 我心里真的相信就好呢 我 不需要那洗礼的 有些人会 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我会用这样的一个例子 假如 我跟我太太 爱呢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呢 谈得很久 假设一直谈 我一直告诉她呢 太太 我爱你 我爱你 我非常爱你 你真的 你相信我 这个全世界呢 所有的女孩子 我都不爱 我是爱你一个 但是呢 太太说呢 叫我们结婚吧 不要 我相信 你相信我 我爱你 就不用 不用结婚的 你相信 我心里 爱你就好了 在新加坡的法律之下 我不要讲外国啊 我讲新加坡 因为我是比较懂新加法律 新加坡的法律之下 一个人 真的是 爱一个另外一个人 他要通过 结婚 才有法律上的 效率 法律呢 通过了法律的效率呢 以后 这个人 现在讲前啊 这个人的财产 有一半 他是他的 他和他的办理的 所以法律 的效率 所以洗礼 有这样的一种效果 就是 我很爱耶稣 主啊 我爱你 我要洗礼 洗礼 你之后呢 我就是 公开的 让周围 全世界的人 都知道说 我爱耶稣 我洗礼 我现在归入他的门下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洗礼之后 圣灵内住 我们呢 就会进入 信灵的 更新 我们呢 就能够 得救了 我们查 这个 约翰福音 第三章呢 十六节 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圣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 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OK OK 另外一个 在这个 施洗约翰呢 为这个 我们的主耶稣 洗礼之后呢 他后来呢 他就发现到呢 他的门徒 施洗约翰的门徒 就发现了 哎 老师 你以前呢 这个夫子 你以前呢 很多人呢 跟洗礼了 现在你去这个 人叫耶稣 接下洗礼之后呢 那些人 全部跑过 他去那边了 这样我们呢 没有生意可以做了 没有人来跟我们洗礼了 没有人追随我们了 我们呢 没有了 但是施洗约翰呢 在这边呢 他却 给了一个最后的见证 这个见证呢 在我看来 是非常有意思的 汉谦卑 施洗约翰非常非常谦卑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去 记得这句话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我们不要 不要以自己啊 不要以自己 以为神做的工作 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好 很多人来 很多人相信 我举个例子 我做这个海阔天空 我常常告诉我的朋友 我根本不在乎 他多少个人来看 我在乎的是 神会不会喜欢我这样做 神喜悦我这样做吗 如果神喜悦我这样做 只要一个人看了 他得救了 那我 就是 做到了神的工作了 神兴旺 福音兴旺 神的神国兴旺 我们为神做工 反而没有得到这样的兴旺 那不重要 因为呢 神的国 谦卑这两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施洗约翰 他最后的谦卑 是使我们成为一个 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好像说 今晚我分享 我并不不认为呢 我的分享是非常的好 我也不认为 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更不会去告诉你 你看你们以前谁分享 不如我 这个牧师不如吧 不是 我们分享呢 如果在我分享之后 大家都会变成 一年后 大家都比我更厉害 就变成的 每个都是变成的神的这个传扬福音的高手中的高手的话呢 那 我的工作就完成了 因为呢 神就告诉他 啊 very good 你做得很好 因为你 那个呢 不是很好的一个分享 结果你造就了很多很好的福音的传扬 你做得很对 神不会说 你的分享不好 不好 不是不是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呢 必须记得 我们都是要为神的国而做功的 另外一个 那呢 就是呢 在 这个神的儿子的工作的第二部分呢 是在约翰福音22节到第四章42节 这个故事呢 大家也很熟悉 大家都有听过吧 这个 撒玛 警编的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 简单来介绍这个故事一下 这个故事呢 就是呢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耶稣呢 去传扬 这个传道的时候呢 他去到了撒玛利亚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 那么呢 他就坐在那边的井边 等门徒呢 去找食物呢 准备食物给他 就遇到了一个撒玛利亚人 那时候是证物 这个撒玛利亚呢 耶稣呢 就跟他说 你给我一点水 在通过这样的谈话中呢 他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 夫人呢 就发现 这个人很特别 他知道我的过去 他说 他知道我有五个丈夫 结婚很多次了 所以他被那些撒玛利亚的那些人呢 所排斥 所以 到 下午 中午 太阳很晒的时候 他才赶跑去打水 因为呢 他看到别人的话呢 别人会在那支支间间的 不把他赶走 所以他不想 他不敢跟他们接触 但是呢 耶稣呢 却把他过去所做的事情 讲出来 所以这边呢 耶稣呢 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 一个传福音的 一个很好的版样 我把它改成 三点 就是第一 耶稣呢 很会 找机会 来 接触 罪人 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信主的人 也要学习 像耶稣这样 坐在井边 看到一个 人打水 就跟他 讲话 然后呢 就通过 拿水 找水 就跟他 谈起话来 然后 就把 福音的生命 主就把福音的生命 告诉他 这个 妇女说 你 所寻找的 是心灵上的 满足 你需要 心灵上的 活水 这个 妇女 就说 有这样的 活水吗 她说 有 你 只要呢 跟随我 我会把 这个 活水 给你 福音 就是这样 我们 知道说 我们的教会呢 这几年 常常通过 神级布道会 最近这个神级布道会 又开始 恢复了 神级布道会 那时候呢 很多时候 就是通过这样的人 我们呢 就来 认识 耶稣的 我就是一个例子 我就是在呢 以前呢 在很多年前呢 在当兵里 那个 这个什么 神级布道会的时候呢 我去听 兵人的时候呢 当时我有自己很多问题 我生命上的问题 我 通过了 这个 然后呢 神呢 就通过了这个神级布道会 跟我说话 我就觉得说 我很需要耶稣 因为他有 生命 他有活水 他可以给我 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 这个故事呢 也告诉了我们 传扬福音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不错 我一共有43张 这个幻真片 现在我已经讲了22张的 大家不知不觉 也讲了22张 那接下来呢 这个故事呢 还没有呢 另外一段呢 就是在 这个 第四章 31到38节的时候呢 耶稣呢 当门徒回来的时候呢 耶稣呢 就告诉他们说呢 哦 我有食物 不呢 那么呢 门徒很惊讶 说 我们刚刚找食物回来 你怎么说你有食物呢 耶稣就说 我的食物就是 遵从 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呢 要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耶稣告诉我们 神要我们 人 去传扬福音 好让人人得救 我们 所要做的 就是 遵行 神的旨意 传扬福音 让人 认识 神 弟兄姐妹 这边呢 我要提醒 我要 分享的 一个很重要一点的 就是呢 我们不要 以为我们 做的工作 很小 神不看重 一定要做得很大 神才看重 不是的 在诗篇 里面呢 126章 第五节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 流泪撒走的 必欢呼 出歌 那么这一句话呢 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 为神做的功 不论是大 是小 神 神都记得 而且 祂记得很清楚 所以 弟兄姐妹 千万呢 不要以为 自己 为神 做的工作 很小 有些人呢 说呢 哦 我在教会呢 做的工作呢 很小啦 不像 在台上 祷告的人 他的工作很大 我只是呢 在那边呢 看到呢 在那边 看到 弟兄姐妹 平安 耶稣爱你 那个祷告的人比较厉害 神比较喜欢他 我这样讲呢 没有什么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做的工作 大小 神 都不在乎 神在乎的是 我们 为他 工作 真心的为他 做过 所以鼓励大家 不要呢 小看自己 要 真的是呢 明白一点的 就是说 我们做的工作 在传扬福音呢 有时候我们 不一定是 我们跟这个人 传福音的 他不一定会相信 那也不要紧 我们杀种 我们是杀种的 可能另外一个人 真的收割 那就很好 好呢 那我们的工作 就跟别人 配合完成的 我们不是一个人 做工 我们是 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 一起做工 最后呢 我们要 得到的呢 就是呢 像 这一节 这边呢 后因为呢 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 她做了个见证 那个撒玛利亚尘的人呢 就请耶稣呢 进去听他讲道 结果因为他们自己 亲耳听到了 他们说 如今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乃是因为我们 听 亲耳听到了 知道 这就是 就是主 所以我们 也要明白 我们传扬的目的 就是这样 我们杀种 我们呢 成功或失败 不要紧 终于一天 这个人 一个月后 一年后 十年后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呢 才来信主 我们的目的呢 就达到了 就好像 我很年轻的时候呢 我在 当兵的时候呢 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就有朋友 像我的好朋友 向我传福音 失败 我完全不相信 但是到了 我四十五岁的时候呢 二十多年后呢 我却信主了 因为他杀的种 在我的脑里面 心里面 生了一个 很小很小的根 我不知道 隐藏在那边 到了一天 时间到了之后呢 这个种子 就 长出一棵树来 就变成了 我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 鼓励大家 不要灰心 尤其是那些呢 像我这样呢 我的弟兄姐妹呢 除了我 我信主 还没有呢 我 我也是在那天 天天的相信 另外一个 是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四十三章到五章 四十七节的时候呢 这个呢 就是呢 治好这个大臣的儿子 就是说呢 当时呢 有一个呢 这个大臣呢 他的儿子呢 生病的 发烧很厉害的 那么呢 这个孩子呢 就 不能来到这边 这个耶稣呢 这个耶稣呢 就只讲 你的孩子好了 结果呢 这个大臣呢 相信了 他相信了 他就回到家 果然回到家的时候呢 他问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工人 他的家人 告诉他 这个孩子好了 他说什么时候 就是在耶稣 跟他说 你的孩子好了 那个时候 所以 这个呢 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 带着信心 我们 会得到 主的医治 当你 经历了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神迹呢 就带来了 全家 都 相信主 就好像我们中间 如果有人 曾经 得到 身体上呢 得到了一些疾病 被医治了之后 请不要把这个医治呢 就停留在 得医治 我们把这个医治呢 带到 告诉我们周围 我们所爱的人 让他们 也有机会 来 认识 耶稣 因为也就这样 神迹呢 才能够使别人 相信 尤其是你身边 的亲人 他亲眼看到 知道你的 是多么的 情况是多么的 困难 是不可能之后呢 当他发现的时候 他就开始 觉得 也许 这个耶稣 是真的是 可以医治 等到有一天 时间到了 他就会相信了 另外一个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一直到第五节 第五章 47节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 第三个 约翰福音记载的 第三个神迹 就是呢 耶稣 医治的 壁士大 水池 旁边的 那个摊子 当时那个摊子呢 当时他们的 这个 壁士大呢 他们相信说 当 每天那一个时间呢 都有天使来 摇动那个水 摇动水之后呢 第一个跑下去的人呢 就会得到医治 那么呢 耶稣就看那个摊子 坐在那边 天呢 因为他是摊子嘛 走不动嘛 那么呢 耶稣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得医治 他说 没有人 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带我下去 所以 这句话其实呢 就是 就是呢 其实如果你想生 这句话呢 就代表说呢 每个人都要抢得医治 大家只顾作自己得了医治 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摊子 抱下去 结果这个摊子呢 就那边呢 一直呢 得不到医治 那么耶稣呢 就 说 起来 好 他就起来 他就得医治了 拿起你的摊子 耶稣吩咐他 说你拿起你的这个 被担 走 离开 那么结果他怎么呢 我们以为说呢 周围的人呢 说哇 这个神迹 其实 非常惊讶的时候呢 奇妙的就是 有人惊讶于神迹的发生 也有犹太人 也有犹太人 就说 不可以 今天是安息日 你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所以 我们 在这边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点 就是说 有时候 就算是看到 如果一个人的心呢 心门 没有打开的话呢 时间不到的话呢 就算是他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呢 他也是 不会相信的 这个犹太人当时呢 就是要跟 他们 要跟耶稣呢 搞对抗 他们要反对耶稣 所以 所以 这一点呢 是令人 非常的 难过的 我们 看到这一点 我们就要明白 如果神 有 神迹 神 帮助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 经历神迹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得 以后我们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要永远记得 神曾经 医治过我们 他现在会被医治我们 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他曾经医治我们 我们要记得 这个恩典 因为呢 耶稣呢 在当时在 这个 五章 十九到二十九节的时候呢 十九到二十九节的时候呢 他也是说呢 那听我话 又猜 信 我来 又信 猜我来者的 就永生 不至于定罪 就是 出死路生的 这句话 就告诉了我们 耶稣 是跟 神呢 是天父 是平等的 因为 听耶稣的话 就是等于 相信 是天父 叫他来的 相信了这一点 我们 信了 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有 永生 我们呢 就不再 被定罪的 将来我们 在 白色大宝座 神的面前呢 大审判的时候呢 我们的名字呢 都在 生命册上 所以 耶稣说 已经是 出死路生了 不再有死亡了 不会经历 第二次的死的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呢 就要 真的是 相信 耶稣 就是 神的儿子 就好像 这本书 的目的 这样 他说呢 让我们 相信 这就是 耶稣 就是 神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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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完了这个 我们就休息 五分钟好吗 休息五分钟 让大家呢 去喝一口水呢 就是 也去 用用厕所 上上厕所 上上厕所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1到15节呢 有一个非常 著名的这个神迹 第四个神迹呢 就是 五饼二鱼 这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呢 非常的有趣 他有趣呢 是有好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神迹呢 只是一个 五个饼 两个鱼 他却喂饱五千个人 当时呢很多人呢就跟随耶稣 去到的旷野那边呢 大草地旁边的山上呢 跟听过耶稣讲道 然后呢 时间 午餐时间到了 当时 没有旷野呢 什么东西都没有 旁边呢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木瓜树 没有榴莲树 最近榴莲的很便宜啊 大家可以 大家应该吃很多榴莲 那么呢 当时呢 也没有呢 也没有grab 他们也没有办法叫grab 而且你要叫grab的话呢 怎么 喂饱五千个人呢 是很困难的 但是这时候呢 很有趣的就是 这时候呢 有一个小孩子 他把 五个饼 两个鱼 他说 我五个饼 两个鱼 我愿意呢 奉献给你 当时 当时他的门主还说呢 五个饼 两个鱼 从人的角度呢 看哎呀 算不了什么 还算什么呢 但是耶稣呢 却很高兴的 就接受了这个 奉献 还是说 叫他们全部坐下 一个个坐下 然后呢 就拿着饼 感恩 然后呢 就 白饼 船一个 拿鱼 船一个 结果就传传传传传传 五个饼 两条鱼 就变成了 五千个人 而且 不但喂饱了五千人 还剩下很多 剩下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的 主耶稣呢 做了一件事情 他没有丢掉 他没有说不要紧啦 我 变得很多 我今天能够喂饱五千个人 明天喂饱五千万个人 没有问题 把他丢掉 没有 主耶稣没有 主耶稣反而说 把他收起来 不要浪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浪费 食物 食物是神赐给我们的 今天的物价很贵 可能我们更不要浪费 这食物 我们要如果 而且我们要相信 物价再贵 我们有主耶稣 他会看顾我们的 只要我们 信他 相信他 遵守他的诫命 行他的道 他会看顾我们的 这个是一个 刚才我提到说 这个有个有趣的话呢 就是呢 这些五 这五千个人 他们呢 亲眼呢 亲眼看到了耶稣神的一个神迹的话呢 他们说 哇 这就是呢 那个要来的 来的王要想追随他呢 叫他呢 成为他们的君王的时候呢 同样的一些人呢 但是 后来他们态度呢 又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 我们呢 暂时就 讲到 我就在这边 停止一下 艾登弟兄 休息五分钟可以吗 好的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去 我们休息五分钟 今天是九点准准 九点零五 我们开始 好吗 OK 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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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最高山 才发现天有多高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为不阻挡 像灰尘 小时也没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 轻声告诉我 一切它都看见了 我所有挣扎 所有软弱和跌倒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当我呼叫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千万人中 淘尽关心我的需要 走过地路 要幻想 要泪水 都留下 出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耶稣将我紧紧拥抱 我甚至知道 它是我永远的依靠 走过地路 要幻想 要泪水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 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山 才发现天有多高 在大海边 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为目足道 像微尘 消失也没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 轻声告诉我 一切它都看见了 我所有挣扎 所有软弱和跌倒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OK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再继续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 讲稍微快一点的 好 刚才那我 对不起 我忘记了一件事情 刚才我们谈到呢 就是说 那个五饼二鱼之后呢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呢 就是呢 第二天呢 他们呢 就呢 来跟随耶 他在找耶稣的 而这些 这些在我们如果仔细来读的话呢 我们发现到这些人呢 他不是他们要求神迹呢 他们那是为食物而来的 而且更有趣的就是呢 昨天还经历神迹的人 今天就把昨天的神迹呢 忘了一干二净 所以当时呢 耶稣呢 就给了他们呢 回答了他们的两句的回复呢 就是呢 是很有趣的 就是关于这个食物的 耶稣就说呢 你们 不是摩西给以色列马拿 是神给的 因为他们问耶稣说呢 他们说呢 你看 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摩西给我们 向神求 神就摩西给我们以色列马拿士啊 为保我们 那你呢 耶稣就告诉他们 马拿不是摩西给的 不是人给的 是神给的 耶稣就进一步的告诉他们说 马拿 你吃了马拿 你才会死的 那不是真正的天上的食物 那只是普通的食物 耶稣要带出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呢 耶稣是生命的粮食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就会呢 很清楚的看到了 接下来呢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一到十五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耶稣呢 在海上呢 行走的这个神迹 第五个神迹 我刚才有说过说 读福音书 要参考其他的来读 如果你去仔细看的话呢 你会发现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呢 也是记载的这个神迹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耶稣呢 把这些人呢 全部遣散了之后呢 耶稣呢 就上山去祷告 结果门徒呢 在海上呢 就一道的大风 不要忘记啊 门徒当中有彼得这样的人 彼得是个渔夫 照理渔夫 他经过的大风大浪之后呢 他 应该没有那么害怕的 但是看来这个风浪应该是很大的 在很危险的时候呢 耶稣呢 就来 走在海上 来救他们 当然这个故事呢 大家都很清楚 我呢 我所要讲的这一点呢 就是 我们 靠着自己 我们也经过了 许多风浪 有时候呢 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平息了很多 做风浪 但是 当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不应该只是 是 依靠自己 我们要 相信 神 所以 如果有一天 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危机的时候呢 我们要等 等耶稣的拯救 不要忘记 在当时呢 耶稣有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是我 不要怕 是我 就好像 当耶稣说是我的时候呢 他好像就在 就业里面的那个 上帝说呢 我是 摩西遇到了 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呢 他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 我是 自有 拥有的 英文说I am 就是我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那个神 耶稣也 在风浪的时候 告诉他们说 我就是那个神 不要怕 就我们 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我们读过 这个故事 在约翰福音 第六章 这个 这十八节 一到十五节的时候呢 我们呢 也读过这个故事 我们也知道他的后果 结果 刚才有说呢 耶稣呢告诉他们说 那马拿不是 马拿不是真的粮食 真正的粮食呢 是 在约翰福音 第六章三十五到七十一节 那边呢 他启示的呢 他才是 真正的 粮食 他是生命的粮食 人只要信的 就可以得着 这个 生命的粮食 如果 我们饿了 我们会去吃 但是 如果我们要满足 我们灵性上的需求的话呢 我们就一定要跟 主同行 我们要和他有一个 很亲密的关系 因为 他是 生命的粮 很 不幸的是 当耶稣讲出这个真理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就发现呢 真的是有时候 真理真的很难叫人家接受的 耶稣说 我呢 告诉他们说呢 我就是生命的粮食的话呢 他们就说呢 这个人 我们怎么可能是他的肉和他的血 不可能的 其实耶稣呢是在告诉他们说呢 你们要相信我 相信我是神才来的 这样呢 你们呢 才能够呢 进入永生 你们要和我 我呢 行我的道 相信我 我呢 你们才能够和我联合 才能够呢 得到永生 你才能够变成信的人有永生 耶稣要告诉他们的 是要相信 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是当时的人不相信 当时犹太人呢 觉得很难相信 他们不明白 他们只是说 这是怎么道理 怎么可能让我们吃他的血跟肉呢 即使是耶稣当时有些门徒 他们听了这句话 在约翰福音 第六章 六十到七十一节的时候呢 有些门徒听了这句话 很糟糕 很 我难相信 因为这话甚难 有谁能听呢 他们这样想 有些人就真的离开了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 我们现在相信呢 我们呢 不相信主耶稣 因为我们看不到主耶稣基督 但是在当时 耶稣在人的面前 活生生的一个人 在那边行走 告诉他们 你们要相信我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呢 他们说 告诉他们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 我的肉是可以喝的 你们如果不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你们是不能够得到永生的 他们都无法接受这句话 所以 有时我在想 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时光机 回到了两千多年看到耶稣的话呢 很可能 还是有人无法相信耶稣 我的 当时耶稣就问12个门徒中 他说你有谁呢 要离去的 你看彼得马上说什么 彼得说呢 我 跟随你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 其他门徒也说 我会跟随你 跟随你 跟随你 除了你有永生之道之外呢 我们还能跟随谁呢 但是耶稣反而说了一个事实 就是其中一个人要卖他 我们都知道 这是犹大卖主的那个事情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信主真的要坚持到底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人只要看到有神迹 有牧养 有供应 有真理的话呢 基本上 一般的人是可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你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吗 从你相信主耶稣的第一天 一直到现在 我们回想一下 这条路 能够容易走吗 能够坚持到底吗 能够像以前一样火热的相信 爱耶稣吗 不容易 我们都不容易 但是 耶稣 所做的事情 却告诉了我们 没有捷径的 我们只有靠着神的真理 神的灵粮 我们 我们不断的吸收 饿了 吃 吃了 再吃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坚持到底 所以这个呢 是 我得到的一些感想 当然到了后来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呢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第一 第一到九节说呢 他的 兄弟就告诉他 说你 这是月节 你应该上去吗 人若要显阳名声 应该是去那边告诉啊 传阳你的名声啊 但是他耶稣呢就 撤着他的弟兄 没有照他的弟弟们的话去照 没有去行 因为 显示神指的时间 还有到 但是后来他有去 耶稣呢有去过节 这里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就是 耶稣 神做事 有他的 时间表 传道书说 凡事有定期 就告诉了我们 我们 要明白 神做事 有他的时间表 我们不能够改变神的时间表 我们呢 只能祷告 和 等 等 神的时间表到了 事情呢 就会成就了 当然在第七章 32节的时候呢 这个法利塞人呢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呢 他们就是 要反对耶稣 因为如果他们 他们认为 他们告诉那些 会众说啊 这个就是对对对 他讲的道理是对的话呢 这样每个人就信他的 法利塞人呢 就 没有人在信他的 没有人呢 就会呢 去供奉他们的 所以呢 而呢 没有 法利塞人 是反对耶稣的 那么在 耶和福音第七章 37节到39节的时候呢 耶稣呢 就有一个呢 很重要 要我们呢 常常说的 就是说呢 从他 腹中 要流出活水 耶稣呢 要我们 从我们的 心灵上 流出 活水的江河 因为有了耶稣的 活水之后呢 我们呢 就不再 饥渴了 所以这个是 一个 那么当然在 接下来呢 就是 犹太人呢 就开始辩论说呢 耶稣是不是救世主 他们在那边 争论而不休 接下来呢 是在 约翰 第八章 当然是 这个行淫被捉拿的 仆人 那这个呢 就是 故事呢 大家都 应该是有听过的 我就不想想的 不过呢 在这边呢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呢 当时呢 耶稣叫他们说 你们谁有罪人呢 就拿 第一个时候来打他 犹太人 每个人放下来就走了 因为都是罪人 所以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 我们要明白 但我们呢 都是罪人的 说呢 我们 都是 在神的眼中 我们都是罪人的 我们真的是没有人资格 定另外一个罪 就一个人有资格定 我们的罪 就是那神 就耶稣本真 他有能力 他有资格定 我们没有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告诉别人 耶稣是真神 让他们知道说 只有 跟随耶稣 才能够脱离黑暗 真从 真光 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所以耶稣呢 在第八节 十二到二十二节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谈到说 他是世界之光 那世界之光呢 就代表说呢 他 不是一个人的 是全世界的光 所以我们 认识他 那我们呢 就要明白 他是世界之光 我们也首先自己 本身要和他有亲密的关系 跟随他 那么我们就有责任 把这个光明跟别人分享 那么呢 在第十 在 第八章二十一节五十九节的话呢 我们就呢 他们就记载了犹太人呢 跟这个耶稣的一些辩论 这边呢 我简单的呢 有三个 二二二呢 我学习到的功课 当然呢 第一点呢 就是呢 我们相信耶稣 罪得赦免 这个是 在 约翰 在第八章二十一到三十节 二十一到三十节那边 相信基督罪得赦免 在三十一到三十六呢 就是我们如果 相信了耶稣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要遵守 耶稣的道 我们 就必得自由 或呢 我们要成为真的门徒 我们要 相信他 而且行他的话 得真由 比如 就好像耶稣说的 你们 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 得自由 第三点 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才是属于神的 所以在三十七到五十九节的话呢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尽心尽尽尽尽 尽力爱神 我们才能够活出 罪得赦免 得自由 得自由 的生命 第六个神迹 在约翰第九章 他呢 耶稣自好 生在下眼的人 这个神迹呢 就 就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故事呢 就是呢 这个 一个下眼的人呢 耶稣呢 把他 生下来就是下眼 从小生下来就是下眼的人 耶稣呢 他已经成人了 而呢 耶稣呢 却把他治好了 治好了他之后呢 这个下眼的人 而呢 就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 看到他一直 把下眼 变成了 看着现的人 旁边的人 却不相信耶稣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大家应该去看这个故事 尤其是我最喜欢那个 下眼的人 讲的那句话 他说呢 你们真是奇怪的 他 你们难道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那句话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 是的 不过有一点呢 我 要 我觉得了 在这里耶稣呢 讲了一句话 他说 下眼的人呢 不是谁犯罪 乃是要荣耀神 这一点呢 我们呢 就要明白一点 有很多时候呢 即使是我们信主的人 相信的主的人 我们有时候呢 还是会看到有些人受到苦难的话呢 我们都会有这个想法 说 一定是他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报应 我觉得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们 因为 耶稣告诉我们 下眼不是谁犯罪 是为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常记得 人犯罪 在 罪有罪的地方 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的 不是去研究 这个人犯罪 为什么犯罪 因为他这样这样这样 不是 我们要 争取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 得到神的荣耀 这才是 我相信这才是耶稣要我们 做的 所以耶稣 医治了下眼的神的荣耀 他要彰显他的荣耀 证明他就是神 除了神能够把一个 生下来就是下眼人医治呢 没有人能够做到的 接下来呢 第八 第九章第八到四十一节呢 就是那些人在那边争辩 又加了他父母 那些法利撒人就叫他父母 你过来是不是真的 怀疑他父母亲是假的 讲的是假的 他根本不是个瞎子 他的父母亲为了 瞎子的父母亲 为了不要得罪这些法利撒人 说你去问他 你看他已经成了年了 你问他吧 结果呢 周围的人邻居不信 法利撒人不信 父母不敢相信 不敢承认 反而是一个瞎了眼的人 说他相信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大家会慢慢去读 慢慢去体会 在这里我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了 但是大家要去读这个故事 慢慢去体会 你会读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法利撒人 真的是很可笑的 接下来呢 在第10章 很好 我现在已经是38章了 已经是第10节了 在约翰第10章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耶稣是羊的门 凡是不经过羊的门 就是到这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呢 就是呢 我只是在网上呢 找一张图呢 我觉得这个图很有意思 对呢 就是呢 他用把羊 在用石头呢 切成一个围墙 把羊圈在里面 那么呢 这个牧羊人呢 就坐在那边守着 保护羊群 所以羊群呢 在那边呢 很很很开心的 在那边呢 这边呢 这边呢 得到供羊 有人保护他 而门呢 就一个 所以 我们知道的这个道理 我们要积极的把人 带到主的羊圈里面 我们呢 带他到羊圈里面呢 让他信主得救 而且能够不让 盗贼就是我们的敌人 撒旦魔鬼 偷窃杀害毁坏 反而我们会得到主的 丰盛的生命 我们要常常进入 或呢 进入这个羊门 进入 来到主的面前 和主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这样呢 我们呢 才有能力啊 在里面呢 在主的营里面呢 羊门里面呢 我们呢 得到很好的供应 我们准备好 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呢 走去营外 来呢 为主征战 得到世上的灵魂 所以这个呢 我最大的启示呢 就是说 我们 凡是牧养的 无论是谁 我们的牧师也好 我们的同工也好 我们的小族也好 我们真的就要去好好的 研究圣经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有 其他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好像一些小羊 他跟着我们 我们是 或者是 比他们大一点的 无论是大羊 小羊都是羊 大家知道吗 但是我们只是 比他们大一点羊 我们要照顾 以真理来教导小羊 教导牧羊人 教导我们的道理 而且耶稣呢 也是一个好牧人 你看 他 说我为羊舍命 不是故宫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故宫的话呢 哎呀 狼来了 狮子来了 下马 跑掉了 但是呢 耶稣呢 却说我为羊舍命 的确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 而且 他认得每个羊的 名字 羊也认得 他的身影 我们跟他 关系非常的明确 所以我们得到 熬了 这个权柄之后呢 我们 成为了主的门徒 成为主的羊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要明白 主说 我还有 另外有羊 不在这个圈子里面 你要去领他们来 让他们也听我的声音 要合成一群 归同一个母人 我们的主耶稣记住 结果是 犹太人呢 听了耶稣这些话的时候呢 他们呢 就有人相信 有人不信 有些人说 他是被鬼附着的 疯了 为什么要听他 有些人说 这不是鬼附人所说的 鬼 只能叫虾子的眼睛开了呢 各位弟兄姐妹 想一想 为什么有人信 有人 不信呢 在我看来 就有一个 他不信 是因为他的心门没有打开 他瞎眼瞎得太久了 在黑暗中习惯了 以为黑暗就是对的 黑暗就是全部的 已经习惯了 所以突然之间 有光 把瞎眼看到的光芒的时候呢 那个光亮呢 照在他的眼睛里面 他觉得很刺眼 他就说我不要了 我这个光芒很刺眼 我很痛啊 以前我在黑暗中呢 都不痛的 现在这个 我现在看到了这个光 光亮呢 反而是我看的很痛苦 我要回去黑暗中 好像以色列人当时呢 他们常常在逛野 流浪40年的时候呢 他们常常说 摩西摩西 你这一个 领袖非常的不好 害死我们 为什么不要让我们去回去埃及 做奴隶 我们到时在奴隶做呢 我们还有的 东西韭菜吃了 还有东西吃了 你现在呢 没有水没有肉 我们就快要死了 所以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有人信 有人不信 要记得 是有原因的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 第10章40到42节的时候呢 他就讲了一句话 这是个很小的一个插曲 就是呢 耶稣呢 告诉我们 他呢 他在 越旦河外的工作 他呢 他在那里行的一个 第七个神迹 就是 拉撒路复活 拉撒路复活 大家都知道 这个很大的一个就是 一个死了三天的人呢 居然能够复活 他被包成这个样子啊 真的是老实讲 如果一个好好的人 被被被被被人家以为他死了 真的被不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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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不死都活活自戏而死了 但是结果呢 他反而呢复活了 所以你看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几点 第一 有时候我们绝境 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能是为了神的荣耀 而且神看死亡 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来死亡就等于睡觉 这样睡觉 他就拍拍你醒来醒来 你就醒来了 你就活过来了 因为我们的人的眼光 我们只看地上的 神的眼光是看天上的 所以我们跟神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 祂的道跟祂的思想是高过我们的 所以你要问你自己 你相信主耶稣的话吗 你相信吗 那么拉撒路复活的 这个奇妙的过程跟后果 就更多人的 信了主耶稣 刚才我们说过法利赛人 刚才我说过法利赛人呢 对耶稣呢 充满了敌意 要反对他 那个瞎子 他开了瞎子眼睛 他们看到了 他们还是拒绝相信 是个神迹 现在他把 耶稣把 拉撒路 死里复活 之后呢 结果就是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他看到的神迹 他们就说 噢 糟了糟了 他行了一个 这样 厉害的神迹 更多人信他的 我们不能放过他 我们要把他 杀死 你看 看到不同的人 看到同样的神迹 有不同的想法 就好像我所说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活在黑暗中太久了 把黑暗中当作真理 当他们看到真理的时候呢 眼睛看到亮光的时候呢 他们却觉得这个亮光很刺眼 抽不了刺激 就好像呢 我们都知道呢 如果一个人 一个人呢 动眼睛的手术的时候呢 如果他两眼都看不到的时候呢 长期经过了一段长时间 在黑暗中 拆开眼线的时候 开始看到光芒之后 每个人都会觉得很刺眼的 甚至是很痛的 这就是 我在黑暗中 看到的光明 之后的人的一个后果 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 也不要太过 哦哦哦哦 为什么我跟你讲 耶稣是很好呢 为什么你不信 在我们看来 很好 耶稣的福音是很好的 是真理 但是在他们看来 根本的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甚至呢 他们把错 当作是对的 你现在告诉他 对的 他就告诉我你是错的 所以 不要太过 惊讶 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那呢 大家就会明白了 所以 我应该是讲到 哦还有啊 OK 另外呢 一个就是呢 我看到 我看我们今天就 我就暂时讲到 这里 我看我们今天就会 谢谢观看